今天我们照旧出门去闲逛 昨天出去的时候 后面风很大 把我的假发都吹掉了 所以搞得很尴尬 今天为了避免相同的情况在此发生 也为了维护老年人的尊严 所以带了个发菇 真的是发菇啊 菇头发的 要不然就会吊吊 今天我们走到 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个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房子 这个地方叫如切 这个区域很多这样的房子 很多这种老式的 这种叫什么楼 有一个半地下的地下室 然后上面一层楼 据说马来人很喜欢这样的房子 但是这个区域以前也是很多 所谓的娘惹 娘惹人 就是马来人和华人通婚的 他们住的这个地区 好像是这样的 希望没有理解错 所以很多这样的房子 好像还蛮有意思的 但是这个地区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吃的 我今天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今天上午在这里出去乱跑的时候 我发现一家新的面包店 排大排长队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什么 据说是一个网红的面包店 所以我就打算去那里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家的面包怎么样 哈里巴巴的广告做到这里了 我也不知道 但这个好像是一个酒吧 这条路呢叫做 这条路呢叫儒切路 好像是一个福建话 或者是一个人的名字翻译过来的 据说在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据说这里是新加坡主要的商业区 后面好像新世纪以后才换到了乌解路 这个我们也没有经历 这是听人讲 但是这条街以前有 现在也有 哦 这是菜馆 以前有很多 所谓以前就是疫情前 去年至少都有 有很多那种旧式的 旧式的那种酒吧 就好像酒吧和歌厅这种感觉 就是非常好 非常非常旧时代的那种感觉 然后现在在疫情过后呢 这个就慢慢变 变没有掉了 现在就很多都倒掉了 因为没有人嘛 然后但是现在就开了很多 很多别的 什么 又开了很多这种文艺的小资店 这样的 身后这个就是这个网红店 果然已经卖完了 哇真是这么红啊 有种叫做 有一首诗叫 《寻淫者不遇》 就是 找什么没看到的意思 在这里还是有很多 有意思的店 个人其实对这种 网红店啊 我并不是很感冒 因为我觉得很多吃的东西 好像就是流行一下子 然后好像猎奇啊 涂个新鲜去吃而已 但是 介于它是一个面包店 我觉得面包这种 甚至是半主食的东西 应该 应该 不应该是网红店吧 我的网红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就是 流行一段 然后过很快 然后就消失掉了 所以我 我觉得说 这种面包店应该不是吧 因为它是一个卖主食 哪有哪有 比如说没有什么 网红的大米店嘛 对吧 因为你天天还要买大米嘛 你不可能 网红一阵子就 一阵子就不卖了 它就没落下去 不太可能嘛 所以我打算过几天再过来 没有过几天嘛 对 过几天 过几天我再过来 赶在能排队的时候 买一次我要尝一下这个到底怎么样 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去一个 一个周围的一个Foucault 据说那里 据说在那个地方呢 有很多啊 有很多传统的新加坡的食物 有有有有一个传统有一种传统的新加坡食物 据说现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卖 那我我讲的这个 我讲的这个 这个小患中心呢 就是在这里 就是叫 Doumen 这什么意思啊 Doumen Food Center 好吧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但是这据说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小班中心 我们刚刚一开始那种楼上半 上面有一层下面有半地下 有半层地下室那样的房子 这个小班中心也是那样的 这是不是新马一代很流行的一个建筑形式 不知道这个有有谁知道的这个告诉我 很有意思 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据说就是 啊这里 这一间Foucault很知名的叫豆干包 我是刚刚看那个 那个它上面写的那个牌子在知道叫豆干包 其实它就是好像 这个怎么讲啊 就是 豆腐干啊 豆腐干里面中间豁开 我们看来看一下有什么 再打开一下 它其实就是 哦真的是包啊 哦它其实就是豆干 豆干 豆干里面 对 哦明白 它就是豆干给你抛开 豆干给你抛开 然后然后里面塞了一些 我看这什么东西啊 塞了一些黄瓜 还有些什么东西 我尝一下怎么样 里面 里面的东西 好像有黄豆耶 因为有一个硬硬 可能还有一些 是不是有猪油渣啊 那种感觉 不知道耶 还有什么呢我看 有点像菜头柜一样的东西 或者萝卜糕也一样的东西 或者萝卜糕也一样的东西 还有一点 这个不知道是盐碎还是芹菜 还有一些猪油渣 所谓猪油渣就是 煉猪油 猪皮下面有一层白油 煉那个猪油 剩下那个渣渣 本地好像很经常 有很多传统食物里面 会加这个东西 因为比较香 但我个人对这个东西 因为我对猪肉 不是太感冒 这个东西呢 有点像半吃的好玩 半能挺饱的意思 因为它是一个豆腐干嘛 吃的完可以了 好像你要让我专门好像跑过来吃 可能好像也不会 但是比如说你吃完了一个东西 这里吃完了一餐饭 比如像我这种体力劳动者 你会觉得说好像还不够爽 但是你如果去吃个甜点 你又会觉得很罪饿 吃一个这个东西可能 因为是豆腐嘛 是没有那么罪恶感觉 但新加坡很多食物 其实是以前的是福建的 或者是广东的这样的食物 本身对我来说诱惑并不是很大 就是就是南方的食物 或者就是一些其他种类 比如说马来人啊 什么印度人的一些食物 但是还有还有一个东西 但有一些小吃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因为其实在福建有一种叫做 这本地叫贵 然后啊我记得以前叫水果 叫叫果 在福建叫果 还有一家有一家那个水果店 我经常去吃 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棒 可能我们哪天我们也去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水果 这真的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还蛮好吃的 就是值得我每次过去吃一下 讲真的我也不知道这种 餐室和这种小饭中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餐室就就就就我用眼睛看来说 餐室就是小一点 就真的是一个室 真的是一个房间的感觉 然后小饭中心的就是所谓中心嘛 就是就有很多人 很多很多卖饭的很多小饭在那 但是我们刚才那个小饭中心真的是 看起来真的是很很很老旧 也不能讲很老旧很很传统 但是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人来 我个人还蛮奇怪 我刚想了一下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 半地下半地上这种建筑 就是地下好像有一半的地下室 这种叫一半地下室我也不知道 总之好像在北京也有很多这样的地下室 因为下面地上太潮湿了 一个是地上潮湿 另外一个是可能比如出于防野兽啊 或者是防备那个野兽过来 或者是防止水淹呢 所以他就把地开高一点 就有点像我们的吊脚楼 或者是什么什么那种竹楼 在好像在什么云南啊 在广西 云南广西什么好像都有这种就是 排高一点的 我之前去过马来西亚一个很小的地方 那里的餐室就像邻里的食堂一样 就是你会看到有那个小孙子在那里玩 然后甚至小孩小朋友放学在那里做作业 然后就是趴在那个餐桌上做作业 然后还有一些老年人在那边看报纸 也是很辽络很没有几个客人 但是也觉得好像很很安详很很平民化的那种感觉 我就很喜欢那个那个餐室 那个地方叫在太平马来西亚的太平 我去过一个小渔村 改天其实我们可以让我回忆一下那个小渔村 我还是蛮喜欢那个小渔村的那个生活 我在那里待了一周 叫十八丁 它是从一个马头过去的 就是平常好像就是一个孤岛一样的 这种这样的 改次我们详细聊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观看